翻車33死意外 兩位事務官辭職負責 難道交通部長賀成蛋不用下台 政治責任絕對不是 這種忠誠的事務官來做出 來承擔 政治責任一定是 政務官來承擔 所以我覺得討論這問題先釐清 到底是哪個方面出問題 趕快有事情處理好不要要緊 那賀成蛋的氣流 當然是應該由院長跟總統來做決定 鏡頭前民進黨率為緩加 但執政黨上任一年內 發生兩次重大事故 死了59條人命 去年賀成部長說要改革 但看看交通部提了六大項 包括新車電系規範 嚴格抽查車體 重罰業者雇用不合格駕駛 建置動態資訊管理系統 加強業者評鑑 揭露業者肇事資訊 只有三項有執行IP改革 製作半套 而交通部七個月內 換下四位局長 但展望賀成蛋卻不用負政治責任 賀部長在這個角色上 扮演的已經是零零落落 應該要最先被檢討了 車本身的管理以外 有可能是司機 他的外車的駕駛行為 不夠檢點 或者是說當時的身體狀況 便沒有把這個責任推給駕駛 那天的說明只是說 初步的了解 賀成蛋任內背負火燒車 和國道翻覆共59條人命 第一時間卻是推給司機行為不檢點 和罹難者家屬見面 卻要大家禱告 接著找局長背黑鍋 無法止血 民眾只看到賀成部長 曝光三部曲 這將七號主委資訊報道